大家好,我是Adele 今天我要跟大家隆重介紹 一道拿破裏的經典傳統料理 熱內亞式洋蔥燉牛肉 Isogo alla Genovese 聽到這裡應該有人噓我了啦 Adele的地理還好嗎? 拿破裏在南裔,熱內亞在北裔 差很多,這道菜到底是哪裡來的啦? 不要自動,這道料理真的是 不折不扣的拿破裏料理喔 只是它名字真的很莫名其妙 這道名字莫名其妙的菜 首先可以回溯到一本十四世紀的宮廷料理書 據史稱作者是一名浴廚 替當時統治拿破裏地區的安如王朝做菜 書中有一道Detria Iannuensis 背後仍公認是Genovese最早的文字記錄 時間跳到十九世紀 以愛美食出名的波維奇諾公爵 在他收集出版的食譜書中 也出現了一道以拿破裏方言記錄的類似食譜 但是到底為什麼拿破裏料理 卻被套上Genovese的名稱 說法到現在仍然眾說紛紛 我給大家舉三個流傳最廣的說法好了 傳說在中世紀大航海時期 來自日內亞的船員 到了拿破裏後決定落地生根 在港口邊開啟了餐館生意 這個廚師將家鄉味在地化 因此保留了Genovese這個字 但也有人認為Genovese不是地名 而是姓氏 新料理掛上廚師的姓氏不是什麼新鮮事啦 但卻沒有人說得出 這位神秘的Genovese大廚究竟是何人 還有最後一個 也是我覺得最符合拿破裏人 可愛性情的解釋 有人說Genovese其實是廚師的錯號 義大利人覺得日內亞人比較斤斤計較 所以Genovese是小氣鬼的代名詞 這位大廚可能因為出手不夠大方 被當地人冠上了這個嘲諷異味居肉的錯號 說到底 關於Genovese的歷史線很長很糾結 如果大家有興趣 歡迎一起來研究 這道拿破裏人煮了上百年的洋蔥燉牛肉 與拿破裏番茄肉醬 Racu Napoletano 在拿破裏眾多的傳統料理中 一個稱厚一個稱王 地位之神聖可想而知 Genovese基本上是一個一鍋到底的料理 但千萬不要有一鍋到底就應該很簡單的錯覺 拿破裏人對製作Genovese的食材搭配 與烹飪手法非常的講究 少一個多一個都有可能引起唇槍舌戰 至於食譜也是家家戶戶各有心得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Genovese做法 主要是參考Francesconi女士的神著作 有拿破裏料理聖經之稱的 La Cucina Napoletana 裡面的配方 加上我自己的口味喜好 做出來的整理與心得 我把所有材料依照性質分成三個大類 肉和油脂 蔬菜和香草 和其他材料 首先我們來看牛肉部位的選擇 傳統上拿破裏人會依照優先順序使用 牛臀肉也是牛的屁股肉 牛後腿肉和我今天要使用的牛後腿腱肉 雖然前兩個在義大利都是上選的牛肉部位 但我個人偏愛使用牛腱肉 因為牛腱肉之間的筋膜很有膠質 在長時間燉煮以後可以讓醬汁有更濃郁的效果 應該也跟我個人喜歡吃半徑半肉有關係啦 牛腱肉在義大利也是相對便宜的牛肉部位 每公斤價格大概在10歐元上下 我家的人都喜歡大口吃肉 所以牛肉都是整塊入鍋燉 為了避免牛肉在長時間燉煮後散開 我會事先用廚房棉線把牛肉塊綁起來固定 再來看油脂的部分 這裡會用到拿破裏料理的好朋友 一大匙的豬油 我還用了一小塊的豬背錶 你也可以用豬板油 豬板油跟豬油你可以二選一 或跟我一樣貪心的兩個都放 傳統做法還會用少許的臘腸提味 這裡我用了一小塊的義大利豬背根 跟兩片拿破裏臘腸 有一些拿破裏人會用風乾的生火腿 接著來介紹Genovese的第二主角 洋蔥 首選是義大利的黃皮洋蔥 Chipola Ramada 而且要挑稍微老一點的 這個品種的洋蔥比較溫和不辛辣 適合燉煮或焗烤料理 說到Ramada的洋蔥 就不得不提一下 Campania大區Montoro這個小城 這裡出產的黃皮洋蔥 跟義大利其他地區的同品種比較起來 在風味和甜度上的表現又更突出 是我做Genovese時的首選 而且洋蔥肉還帶著一抹浪漫的紫色 看起來超漂亮的 洋蔥的切法也會影響成品的口感和外觀 順紋切纖維就長 燉煮完還是能稍微看到洋蔥絲的形狀 我們家喜歡細緻的醬汁 所以我會逆紋切成薄片 其實義大利的黃皮洋蔥跟其他品種比起來 已經算是很不辣的了 至於公斤版的洋蔥我切完是淚枯 不是被拉枯 後來有聰明的網友提醒我 你可以用機器啊 對啊我怎麼都呆 用機器其實只要一分鐘就可以搞定 而且還可以切超薄 這裡有一個重點 洋蔥和牛肉的比例 我會建議至少維持在1比1 尤其是洋蔥 只能比肉多不能比肉少 才能達到Genovese特殊的香甜醬汁風味 接下來我們看香料 義大利的底料三兄弟 洋蔥、紅蘿蔔、芹菜一個都不缺 其他會用到少許的新鮮巴西粒和羅勒葉 有些人會用墨角蘭、Magiorana 我會隨手加一片月桂葉 我還聽過有拿破裏人會用整顆的黑胡椒粒 甚至肉桂棒當香料 但這兩個我自己沒有試過啦 把所有的蔬菜和香草切成細丁 然後把豬培根和臘腸也剁細 初步備料工作就算完成了 這個鍋子有點NG啦 應該是要用生鍋甚至桃鍋比較正確 但我覺得用這個鍋子煎肉和底料比較順手 將所有油脂類的材料入鍋 用中小火煎到稍微上色以後擺入肉塊 定期翻動讓肉塊每一個面都能均勻上色 接著加入所有蔬菜和香草 繼續煎到傷軟上色 擺在這裡淋了一半份量的白酒 煮個幾分鐘讓酒氣散去 加入濃縮番茄糕 繼續用中小火炒均勻 炒底料這個步驟非常重要喔 千萬不要貪快用大火 不但上色不均勻還有可能會燒焦 食材的味道會完全走中 底料炒好大概需要15分鐘左右的時間 然後我們就可以一口氣加入所有的洋蔥 大家應該可以理解為什麼我一開始要用大鍋子吧 裝超滿的 加入適量的鹽 剩下的白酒和少量的水 就可以蓋上鍋蓋 然後轉小火 這個時候開始我們幾乎什麼都不用做了 讓洋蔥用自己釋放出來的水分來燉煮牛肉 半小時後回來看 牛肉已經是泡在湯汁裡的狀態 因為我的牛肉很大塊 所以要稍微翻動一下 維持這樣的慢火 微微滾動的節奏 繼續燉煮至少兩個小時 這時候義大利還在鎖國狀態 大家都待在家裡 平常繁忙的路段 現在難得看到汽車經過 往好處想 這期間躲在家裡也是增進廚藝的好時機啦 不然平常人應該也很難 空出幾個小時的時間來煮Genovese 一個小時後 洋蔥的體積減少 所以我換了正常的鍋子 可以把整塊牛肉蓋住 就可以不用常常來翻動了 兩個小時以後 牛肉塊已經熟透 所以我把它們撈出來 有一些拿玻璃人喜歡把肉 留在湯汁裡面燉爛 這完全是個人口味的喜好啦 沒有誰對誰錯 因為我家喜歡吃大塊肉 所以我是這麼操作的 你要是喜歡吃軟肉 可以跳過這個步驟 甚至在一開始就把肉切得小快一點 會更容易煮透 三個小時以後 鍋裡的水分已經明顯減少 開始有從湯汁變成醬的感覺 這個時候就比較需要平凡的攪拌 避免鍋底的部分燒焦 燉了四個多小時以後 醬汁開始轉成淡核色 基本上可以說是已經完成了啦 但我聽我婆婆的話 她以前教我 Genovese一定要放隔天才會好吃 所以我一整個晚上都不敢離廚房太遠 就怕趴哥給我偷吃太多 靜置了一個晚上的Genovese 顏色又變得更深了一點 而且真的香到你會一直流口水 我用最小的火力 繼續燉煮了大概一個小時 洗火前大方的撒上現磨的黑胡椒 這時候的醬汁符合了料理聖經上形容的 成品應該是深核色油亮而且濃郁 天啊你看這油光 太漂亮了 一日一夜辛苦的結晶都在這鍋中了 拿鍋裡的Genovese醬汁有兩種吃法 拌義大利麵做第一組菜 或淋肉和蔬菜做第二組菜 昨天撈出來的牛肉冷卻後切成片 一般的義大利人可能對牛筋比較無感啦 他們喜歡吃瘦肉 但是我個人超愛這種帶筋的牛筋 覺得咬起來特別過癮 牛肉切完之後放回醬汁中小火加熱 煮到稍微軟化以後就可以擺盤 記得撒上一點帕瑪森乳酪 用這個醬汁燉出來的肉真的不是普通好吃耶 帶筋的牛筋吃起來滑嫩多汁還有點嚼勁 比起一般拿鍋裡人愛用的牛瘦肉部位 燉起來常常會有又長又乾的肉纖維 牛腱肉真的好吃太多 拿鍋裡人對於搭配Genovese的義大利麵型非常挑剔 傳統上會建議使用需要用手折斷的中空長麵型 像ZT或我手上這三根蠟燭麵 其次是肥短的義大利麵型 像Paketti巴掌麵 再不然用鼻管麵也可以啦 按照包裝指示 將義大利麵煮到7分熟 撈出來以後拌入適量的Genovese醬汁 和一小把的帕瑪森乳酪 攪拌均勻就可以上桌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跟以目前的各位形容這份Genovese的美味 反正我就是一口氣吃了兩盤麵 一盤肉和一份沾了Genovese醬汁的炸薯條 而且老實說 我覺得Genovese有點像台南肉燥的味道欸 就是那個甜甜黏黏的醬汁和香味 我有時候還會用Genovese配白飯 甚至拿來炒麵 大家看到這裡應該都口水流滿地了吧 趕快去找洋蔥 聽說平凍的洋蔥不錯欸 一起來試試看這道拿玻璃料理中的白皇后 LaGenovese 要告訴我好不好吃喔 我是Adele 如果你喜歡這個食譜影片 歡迎按讚或分享 或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Adele的拿玻璃廚房日常 我們下次再見囉 超超